Yo!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Peter 今天我就是要教你一招 非常帥的 把牌消失掉的魔術 我現在這裡有一副普通的撲克牌 先把牌稍微的切亂 再把它洗亂 從書牌的中間呢 隨便選一張 例如說這張 這張牌是方塊8 這張方塊8呢 放在牌頂 手上沒有任何東西 把它往前推 仔細看囉 物條像這樣子 周過去之後呢 你發現那張方塊8 還會慢慢的 慢慢的 便利越來越少 我把手周過去之後 你會發現那張方塊8 會慢慢的消失不見 然後我再表演一次給大家看 一樣我這裡有一副普通的撲克牌 從裡面隨便選一張 例如說 這張好了 這張是方塊A 把方塊A放在牌頂上 手上沒有任何東西 仔細看囉 我再把方塊A呢 遮過去之後呢 方塊A就會慢慢的消失 當我整隻手遮起來之後呢 方塊A就會慢慢的消失不見 謝謝大家 我們直接進入教學吧 Let's go 好 那現在我就是要教大家這個 把牌消失的 模式要怎麼樣做到 好 首先 先準備一副正常的撲克牌 好 接下來先把 整副牌的第一張 先把它翻成正面 像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把這張牌 往前推一些 就是 留大概 三分之一 差不多推出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好 接下來用你的 另外一隻手 用你的大概這個 下面這塊 肉的這個地方 去碰到第二張牌 像這樣子 碰到第二張牌 把第二張牌 拉出來 然後 再把第二張牌推上去 推到 上面來 然後再用你的手把 它轉成90度 然後慢慢的 畫圈 這樣就會很像是 排整個消失的一個效果 然後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再把你的 食指跟中指 遮住這條線 界線 然後 這樣的話 就會非常的像是 牌子現在一半的感覺 然後 接下來就是把手整個握起來 然後往前推 然後手 做一個抓的動作 然後這時候呢 你的獅子 拿牌這隻手的獅子 把牌推進去 然後記得這手要回來 就是獅子要放鬆 不要頂在這裡 然後獅子回來之後呢 把你的手轉成 正面朝上 然後手打開 這個牌就消失了 那牌消失完之後呢 通常啦 我都會在就是 用我的大拇指把頂住這個地方 然後推其他張牌 讓觀眾覺得牌 很像徹底消失的 的一個感覺 但是其實牌 被我藏在第二張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沒有推這邊 所以觀眾看不到 因為我大拇指把這邊扣住 所以觀眾是看不到第二張牌的 就是這個魔術它的一個效果 好 首先呢 先把 先把第一張牌 往前推一些 其實也可以往前推多一點 但是 我會建議各位就是先 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對 好 然後 先展示你的雙手是空的 好 接下來用你的手的 這個 這一塊的地方 去碰第二張牌 把牌 把第二張牌呢 推出來 拉出來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往下壓一點 會比較容易推出來 像這樣子 把它推出來 然後再把它 跌上去 好 然後 然後 手轉過來 然後 牌就剩下一半 好 那如果說你在 抽這個牌的時候 一開始在練的時候 你多抽了幾張 沒有關係 這是正常的 那你練習 那你練習 久了之後 你就可以 很順的 把第二張牌 抽出來 那你一定要確認 你第二張牌 有抽出來了 因為如果你只抽到一半的話 你要做 往上放的動作 你會發現是沒辦法的 那怎麼樣可以判斷說 排有沒有真的抽出來 排有沒有真的抽出來 你可以 仔細聽 就是你會發現 有個斷叉的感覺 就是 那個聲音 一個聲音 然後你的手也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 就是第二張牌的 排尾 碰到你的手掌 這一個感覺 然後你再把它 手遮上去 然後 遮好 遮完之後呢 你的 手轉90度 90度 然後 你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這樣 畫圓圈 讓觀眾覺得 牌很像消失的感覺 然後你的手可以再往前 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把 這個分界線的地方遮起來 然後你的無名指跟你的小指可以放開 這樣會非常的像是 牌子剩下一半的感覺 這個效果會非常好 然後展示完之後呢 就把它 把手合起來 然後 把 你的手 往前 往左邊 跑 讓你的手掌遮住整個牌 手掌遮住整個牌之後 下面要怎麼做呢 用你的食指 把這張牌往裡面推進去 那推進去完之後 記得你的食指要回來 就是你的食指要變成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食指還放在這裡的話 觀眾就會覺得你把這張牌推進去 所以 你等一下把牌 推進去之後呢 你的食指要回來 所以連貫動作看起來會像這樣 小牌消失 不見 食指往裡面推 食指伸出來 然後 這時候呢 你的手 手 往 手把 做一個握 握 握的動作 然後 把手轉過來 變成你的 手指頭的地方朝上 然後 把手打開 這樣牌就會消失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就教大家怎麼樣 可以讓觀眾 看起來很像是 這張牌 完全消失的一個感覺 好 首先先用你的 慣用手 大拇指的地方 扣住牌的 這個地方 扣住牌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 上面這一半的牌 大概有 10到 20張張 這邊的牌是不會動到的 扣住它 然後 扣住它之後呢 推下面剩下來的牌 這樣就會很像是 牌 完全消失的一個感覺 好 我再講解一次 大拇指 扣住這張牌 然後 推剩下來的牌 就是你不要刻意去推到這邊 因為大拇指已經扣住這邊了 那就把這邊以下的牌 繼續推給觀眾看 然後推到大概剩 就是一半的時候 你就可以 轉過來 把牌向上轉過來 展示說 給它看說 你的牌消失不見了 然後可以再推到底 推到底之後呢 右手拿整副牌 轉過來給它看 左手拿這張牌 展示給它看 這樣 就會很像是 真的整張牌消失不見的一個感覺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魔術的教學 好 那我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記得要打開小鈴鐺 這樣每次我發清影片的時候 你都不會錯過了 我是Peter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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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